但是的確中國很多地方那麼去掉了一些核酸檢測點 也放鬆了一些過於嚴格的流行病的防控措施 但是根據國家衛生委員會在週五剛剛報告的數據 中國現在已經出現了超過24000個新的本地傳播的新冠病例 那麼這已經是逐漸接近了今年早期的時候 在上海疫情爆發時期的高點 現在全國各地都出現了感染紀錄 有三分之二的省份感染數字都有上升 我們請導播把近期病例的這一個數值給大家看 特別讓人關心的就是北京近期所出現的情況 北京最新報告了450多個病例 現在病例總數已經到了2500個 而在週五北京最大的一個區朝陽被要求居民居家不出 所有的這些餐飲不得對外堂食開放 似乎讓大家想到了之前封城的某一些影子 再說到河南 為什麼要說河南呢 就是因為富士康 那我們知道這是富士康最大的iPhone 最大的組裝廠在鄭州 現在是有1600多個新的感染病例 再說重慶中國人口最多的城市西南 發現了4700多個病例 而在廣州那我們知道廣州是中國製造業的大省 中國南部經濟發展的龍頭 廣州的省會廣州在1900萬居民裡面發現的病例最多 發現了9000多例 這到底怎麼看 那我們看到官方的這個消息啊 實際上是左右都有 人民日報特別發文發表社論說要保持警惕 把疫情消滅在萌芽狀態 但是從各地的做法來看的確又是出現了取消一些核酸點 所以在整個我們叫做漸漸結束清零的這樣一個過程中啊 出現這樣的波折出現病情的反彈 實際上也符合公衛專家的預期 也符合亞洲其他的鄰國 在解除疫情封鎖之後所出現的情況 但是對於中國來說 其實有幾個我們叫做危機所在 第一個就是大面積感染 如果都我們叫做都康復了 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如果出現很多的死亡 會出現什麼樣的情況 另外隨著重症病人多 中國的醫療系統如果被壓垮 會出現什麼樣的這樣的一個後果 那麼根據我們現在看 不管是工作場所學校還是社區的關閉 引起了大家的一些挫折感 但是更多人擔心的可能是自己的年脈的家人 或者是家中的病人 一旦外面開放了之後 到底會對於他們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現在各地是紛紛宣布了計劃增設床位增設風艙 以處理可能出現的感染情況 中國現在似乎也在加緊推行有關於疫苗的接種計劃 我們也不斷聽到零星的地方政府 由於防疫過度導致需要緊急救治的病人 因為拿不出核酸檢測結果 而當務治療甚至出現兒童死亡這樣的悲劇 所以呢整個的消息面來看 我們說是提振人心的也有 讓人失望悲觀的也有 往前走的也有 有的時候讓人覺得病例激增 是不是接下來又要封城了 有的時候又覺得中國正在沿著其他國家 通過經驗踏出來的一條艱難之路不斷的探索 所以未來情況到底會怎麼演變 我覺得西方的國家 東來亞國家都給中國對付這種疫情 提供了很多的很好的經驗 那麼美國和歐洲國家解決這些問題的一個根本點 就是打很好的疫苗 尤其是老人家要打好這個疫苗 年輕人相對來講 面對這個變異的病毒 對抗能力其實還是非常強 沒有那麼的嚴重 但是對於老年人來講 有基礎病的人來講 確確實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最關鍵的一點 所以我們在幾個月以來 我們就一直講 中國應該利用這個時間的參考 盡快去施打這個疫苗 我們不知道在未來這一段時間 在疫苗開放的時候 對這些老人照顧得怎麼樣 這是我們在關心的一個事情 第二是監獄已經開放了 就回不去了 就回不去了 那麼但是呢 你並不等於沒有道成函 並不等於沒有這個反覆 而且人們還有一個心理適應的問題 所以早幾天 不是李季博士在節目裡面講 還有人舉動要求黑酸 你也不能說完全荒唐 因為人們對自己生命的安全的擔心 還是這個 就是說值得尊重的 那麼 新西蘭 新加坡 台灣 香港 還有甚至包括韓國 他們在開放收集的混亂情況 也是可以給這個中國大樓 進行這個見見的 但是從整體來講 即算是某些地方實行封城 實際上在某些地方會做到極端 但是從整體態勢來講 明年春天之後 會更大幅度的開放 尤其是新的政府 這個接班之後 就是交接之後 我認為 加上明年的這個春天 這個之後 基本上就應該 越來越恢復正常 所以上一次李季博士說 明年年第一 我們就基本差不多達到目標 那這樣的話呢 就跟美國一樣的 美國現在疫情有沒有呢 也有 那麼也有人打疫苗的地方 也有 也有這個老人出現死亡 也有一些地方的人 你還是感覺到跟疫情不一樣 還是大口罩 但是整體來講 已經恢復了一個正常的形態 那我相信中國明年年底 是有可能跟美國現在差不多 但是對於整體的經濟和生活來講 我覺得未來幾個月 大家慢慢就感覺到 不像之前那樣完全封鎖了 好 那咱們說了這個 疫情期間出現了各種狗血情節 那麼近期呢 有這樣一段視頻 還在網上吵得特別的火 幾個女孩子 取外賣的時候呢 不戴口罩 被被懲罰了 不但是被懲罰了 還被當街綁住了 那這段視頻呢 真的是看的時候 我們叫做無語凝顏 不知道應該說什麼 那我們先請導播放一下 這一段視頻 聽不懂得說 我跟他們家不撒 不是這個人 不去我們家抓我們 去我們家抓我們 你不追我了 你不追我了 你追我了 留在那里这一句吧 你妈就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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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都能找一个敌人 你上来问我是不是湖北人 你是不是其实湖北人 里面湖北人 人家东西湖北人的地狱黑啊 你说你这个男的吗 你说什么的你立刻认他 你说的谁说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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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